所以我们的彭孝哥是外申人 又是军人 其实我家外申人更多 我三个兄弟 我们三个兄弟 全部娶外申老婆 是真正的外申老婆 是1949年跟着爸爸 有的是在台湾生的 父母亲都是真正外申人 而且都是军人家庭 我们家是这样子 所以其实我不觉得 本省外省有那么多差别 我跟彭孝哥认识了 至少二十几年 二十五年有了 有有有 超过二十五年 他通敌嘛 那时候 通敌我都跟彭孝哥非常好 不過彭孝哥 那时候是国民党 后来清明党 清明党 這個國民國大 國民大会的这个总召 對 國民大会的总召 不過我那时候跟 我們彭孝哥非常好 常常訪問他 所以他說 我是民進党 他是国民党 那个时候 所以我我叫通敌 我说你也通敌 不過其实 省级没那么重要 台湾才是我们共同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们在说被问是否 征召侯友宜选总统 诸侯最新的反应曝光了 我们看看诸侯离去的时候 被媒体喊声问及 是否原地征召侯友宜选总统呢 诸侯仅微笑不语 同时并肩离去 侯友宜表示完全尊重党的节奏 然后我们再看看 国民党邀侯友宜进提名委员会 共谋立委的选举 然后另外呢 人家问说朱立伦将邀侯友宜 加入中央提名委员会吗 然后侯友宜说 我相信主席一定为嗜财嗜所做出妥善的安排 嗜财嗜所做出妥善的安排 这句话如果让民进党的主席来讲 这句话好像也对 共产党的主席习近平来讲 这句话对他们共产党党员来讲也是对的 所以我又说 他又说废话 面对朱侯同台 是否有向外界展现两人破冰的意味呢 我和朱立伦是常年的好友 我们之间的互动跟沟通完全无碍 面对所有的事情 我们都会一起面对 真的吗 所以我在讲说 这个问题 看到这些反应 然后曾昭他选总统是不是 然后再看到金普聪出来了 尤其讲到了 大家都不敢讲的这句话 这沈富雄讲的 也就是说国民党内部里面 有外审人优越的情节 所以迟迟不愿意提名侯友宜 这句话很多人不敢讲 可是二月十六号的时候 沈富雄讲的 所以不是我们讲的 那我们这边有个外审朋友 我们的彭孝哥 彭孝哥来看看这些 怎么来评论这些事 其实我跟各位提醒一下 不要说国民党内的 什么深蓝的 看不得外审人 能够来代表国民党选总统 包括中共在内 只要是本省人当国民党主席的时候 中共都不离不长 哎呦对 你看看好了没有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 这个你看我们那个台中那位年轻的国民党的主席江启臣 国台班的一个发言人 你什么东西啊 他公开的在媒体前面说江启臣你哪根葱 拜托国民党的主席呢 啊 你台湾人想要做主席 还想要代表国民党来选总统 不要太多 共产党不信任也不能接受 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后续的发展就可以看到 侯友宇在国民党的这些外审的权贵之下 会有什么样的下场 而且我们也知道说你看为什么说这个国民党当外省当党主席的时候习近平就会发贺电 你记不记得之前那个我们高雄的吴敦毅先生 突然说我们来一个吴习会 习近平甩都不甩他 谁给你会啊 对不对 那朱立伦就不同了 朱立伦去习近平亲自接待 差点到他 差点说国民党在里面的外省的 那是中国的啦 所以说我们台湾的 说起来 别消忧 中国看国民党的那个省南的 就不说俄罗斯看乌克兰 那个乌东四周里面的 俄一的乌克兰人一样 所以我们要知道 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臺湾的危机在哪里 臺湾的深層危机 就是我们臺湾里面真的还有一批 像乌东四周的那些俄一的乌克兰一样 他们或许会成为配合中共侵略台湾 并吞台湾的一些的棋子 但是我也要特别强调 年轻一代的外省人 像我这种二代的 到三代 那说实在都是天然独 没有什么省级观念 对 还好这这一批的外省人 最后也跟我同一年 我不要说我几岁 我跟習近平同一年 所以说 这一代过去以后 我们臺湾就没问题了 咱们现在我也害怕老了 所以说你看到我到一天没出面的时候 你说 哦 臺湾安全了 这个我们彭孝修要继续为 安身立命的臺湾来努力 我要提的就是说 我们是落地生根 日久他乡是故乡 这个才是我们要的 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这一代没有什么本省外省 但是你看看沈谷雄讲出了 国民党最核心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在讲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国民党马英九到底在想什么 如果是当中国人这么骄傲的话 为什么你的四个姐妹 你的两个女儿 还有你的下一代不当中国人 然后你现在要去中国访问 要把我们台湾的这些人推向中国 我不知道他的心理想的是什么 所以朗东 我记得你也是 你应该是从香港来的吧 对对 姓移民 姓移民朗东是从香港过来的 你看到二零二四总统落谁家 南宁选册会之乱 还有沈谷雄讲到这一个血统论 让我们真的 我要特别告诉大家 国际法的一个概念 国家的主权的要素 人民领土 人民领土主权跟与他国交往的能力 我告诉你 血统 文化 语言 这些通通不是国家的要素 包括宗教 通通不是国家的要素 我再讲一遍 血统 血缘 你的文化 你的宗教 你的这些相关的信仰等等 通通不是国家的要素 所以你可以看到 美国人哪一国都有 移民到美国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不会讲宗教 因为你不管哪一个宗教 他们都一律平等 宗教不是国家的要素 所以呢 很多英国人 德国人 只要移民到美国就美国人 那我们很多人信佛教 请问那你就变成 尼泊尔人吗 变成印度人了吗 不是的 你信基督教 你也不会变成以色列人 所以其实 那些都不是国家的要素 所以用血统论来讲 我是觉得其其以为不可 但是事实上 沈副雄点出了 大家不敢讲的一个塔布 对不对 这个塔布被他讲出来了 我觉得沈副雄 反而是帮侯友宜一把 因为这个说辞 反而会让一些中间 跟潜綠的愿意去投侯友宜 那其实对申兰 有确实有部分的 申兰没办法接受这个审计 但他在整个选票结构上 没有关键性的影响 最重要是现在国民党的 这些基本族群 他就觉得拉下民进党最重要 不管是谁 如果是高恩爱拉下来 我就是不去投 这个林更正 我就投高恩爱拉 然后如果是五党籍的 中东籍可以赢的话 那我就不投谢福洪 这个就是上一次 这个选举当中 我们看到的事情是 你不是挂国民党招牌 或者是更正蓝红 什么之类的 你就一定就是国民党 就会投你 他要先看谁能够打败民进党 他就立为第一优先 所以我觉得这时候提省级 这件事情 反而是试图要帮 侯友宜去拉抬升下 但是侯友遇到这种问题 真的不是什么本省外省这种事情 而是他不敢表态 或是只在讲废话 而且还心北落跑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 现在很多青壮族群的网路族群 都不能接受侯友宜 他们把他取个错叫 hohoGBT hohoGBT GBT就是著名的AI聊天机器人 那hohoho有什么 是好好的意思 就是好好的机器人 就他在网路上面 大家觉得说 你怎么不管你去婚 他什么问题 说好好做事 或是要权力以赴 都在讲一些废话 包括说朱立伦现在 用出一刀建好就收 为什么 因为现在傅宫齐被金府冲骂成是病毒 那你侯友宜作强母鸡抵抗力那么差 病毒一来就被打垮 你也怎么样扛起国民党 那些对于朱立伦跟傅宫齐来讲 你这个利润有道理 对啦 我就专备 但是对朱立伦跟傅宫齐来讲 他就建好就收 我们下一个人的过程 我们下个人的未来 我们下个人的过程